好那么接着再来看到之前有花莲的民众是透过了通讯软体散播 花莲学生停止上课的不实讯息 也造成部分学生以及家长是误信 那么经过警方巡献查获到了70岁的灵性老翁依法送办 15日当天许多花莲民众透过通讯软体收到花莲学生停止上课的不实讯息 由于里面还强调是花莲市长魏嘉贤证时 导致部分学生及家长误信而不知所措 刑事警察大队与花莲警分局随后展开调查 巡献查获灵性男子盗案 本局接获举报 发现民众于通讯软体LINE散播至今日起 至6月8日止停课 知不实言论 立即指派刑警大队花莲分局展开调查 并迅速巡献查获灵性民众盗案 调查发现民性民众于防疫期间 散播不实讯息 谣言 行为属实 全案已涉嫌 违反严重特殊传染性防治 肺炎防治 及特殊 纾困 振兴特别条例 与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本局呼吁全民共同防疫期间 各项讯息应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或各县市政府发布之讯息为主 民众透过各种管道获悉的疫情相关资讯 应详加查证 切勿散播未经查证之不实言论讯息 避免处罚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 散播有关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流行疫情之谣言 或不实讯息 逐身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疫科或病科 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 民众不可轻忽而触法 如有发现不实讯息 请向警察及防疫机关 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举报 防疫不分你我 全民齐心 共同配合政府各项防疫措施 共同抵御疫情危机 警方以涉嫌违反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纾困证信特别条例 韩宋已请华联地检署侦办 并呼吁全民共同防疫期间 相关讯息应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或各县市政府的发布讯息各项为准 对于其他管道的相关疫情资讯 应详加查证 切勿散播未经查证不实的言论讯息 以免触法 接着掌方言 华联士报导